- 西方各國王都對報告內容十分感興趣 但由於內容敏感 蘇聯政府採取了極為嚴密的保密措施 正當大夥一籌莫展之際 欸? 摩薩德竟然神不追鬼不覺的取來了 整份秘密報告的全文 直接交給了美國中情局 一個小小的摩薩德如何有通天的本領 可以從蘇聯手上偷到如此關鍵的報告呢? 這一切也得歸功於海外的僑民 因為過去的流離失所 使得這些僑民對以色列的支持是完全不求回報的 伸出元首 這些人有個特別的稱呼叫做沙眼 在西伯來語中是提供幫助的意思 摩薩德在國外需要一個可以住的地方 沙眼有些人是醫生 可以問摩薩德裡面的人治療槍傷 而不輕動當地的警察 他們不需要知道任務的內容 只需要在適當時期提供協助即可 如此一來 沙眼等於無形中成為了摩薩德最好的掩護 中情局需要一百位幹員才能搞定的事 摩薩德只需要十幾個人加上當地的沙眼就夠了 聽到這裡如果摩薩德只有這樣 那不過只是另外一個國家的情報單位而已 這沒什麼好拿出來提的 他們的快煙酬、猶酬必爆 才是有別於中情局以及軍情六處的 另外摩薩德女特務也是一大看點 啊不不我算是一大特點 那個以色列女兵 跟那個女特務真的是只有正可以形容 那才會死上三大暗殺組織之一 就必須拿點真本事出來 接下來要講的就是他們真功夫的故事 首先必須要說一位名叫 李卡多克蘭門特這個人 他坐在阿根廷的布宜諾斯愛里斯 在賓士公司上班 1906年的時候被摩薩德特務在阿根廷綁架了 還將他神不知鬼不覺的送回以色列 為什麼魔杖德要特別綁架這名上班族呢? 難不成這個上班族 上班偷懶不認真 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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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傢伙更壞 他是十惡不赦的大壞蛋 他的本名叫阿道夫愛希曼 在二戰時期是 黨衛軍忠孝 負責 以送 猶太人至 集 中 因 混蛋 必須撒他 他開始組織與執行猶太人問題最終解決方案的 重要決策者 1937年納粹曾多次開會討論 將猶太人確保到巴勒斯塔的可行性 艾希曼竟然以納粹經濟為由 反對這項計劃 進而演變為日後的種族滅絕行動 直白的說 就是這傢伙親手將六百萬猶太人推下懸崖的 對於猶太人來說 這傢伙的壞已經不是殺戶之仇的級別了 是滅族之仇的惡魔 結果204後強烈的譴責摩薩德行為 但這名逃亡多年的納粹罪犯 終於得到他 應有的懲罰 另外一種是有關於震驚國際社會的 慕尼黑慘案 發生的時間是1972年9月5日 那時候正好是第20屆夏季奧運會 地點是當時的希德慕尼黑 以色列奧運代表團在選手村遭遇了 巴勒斯坦武裝組織 黑色9月的 恐怖偷襲 由於希德警方的嚴重失誤 所以他們成功的避了5名其中的壞蛋 和逮捕了3個人 卻導致以色列11名代表團 全員罪難 逮捕到的3個人卻又在1個月後 慕尼黑德一起劫機事件當中 作為談判的窗馬 給放走了 時任以色列總理 梅爾夫人 仍無可忍 捲銷給黑色9月以及幕後的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 一點顏色巧巧 要他們付出代價 於是 上帝的復仇行動正式啟動 OK 非常棒 今天這一集絕對會香蕉吃到爆 上帝的復仇行動 這個行動就是要幹大事 第一件大事就是 黑色9月駐意大利代表 瓦埃勒 澤維特在回家等電梯的時候 招人襲擊 身中11槍 淒慘無比的 掛在了電梯前 而事發過程 竟然沒有人聽到槍響 真的是生不知鬼不覺的掛了 第二件幹的大事呢 是巴勒組織駐法發言人 馬赫穆德 哈姆沙里 他家中的電話 竟然招人安裝炸藥 以色列特務 確認那個家裡的妻女都離開之後 打電話到家裡 等那個巴勒組織發言人 也就是馬赫穆德 哈姆沙里接這個電話 那以色列特務確認身份之後 他們就 硬爆了 哈姆沙里 正在聽著這個電話 最後面這個人在醫院 掙扎一個月後 掛了 第三件大事是 法塔赫 駐塞普勒斯代表 海山阿巴德希爾 那法塔赫是什麼呢 他們是八戒組中最大的派比 剛剛所講的這幾個 全部都是以色列的敵人 那剛剛什麼什麼海山阿巴德希爾 那個名字太長 我們簡稱他為希爾 那他們在希爾住飯店的時候 偷偷在底下安置了炸藥 只要這個人一躺到床上 以色列特務 就會直接引爆炸藥 據傳 摩薩德的一名女特務 希爾維亞拉菲爾 也有參與此次任務 這傢伙可爭了 那他的目的就是 色誘希爾 時期放下戒心 等待他確認 希爾躺在床上之後 他就引爆炸藥 後來結局可想而知 這傢伙還被炸了一個七昏八速 開場暴怒的 甚至這個爆炸威力就大 整棟飯店都可以感受到震動 在第三件大事呢 是在巴黎的發洩成員 巴希爾酷拜希 這個人專門為黑色九月提供武器 他的下場就是回家途中被人家給砰 再來是青春之犬行動 本次行動由以色列國防軍執行 摩薩德特務負責接役 他們要攻擊的目標是 巴結在黎巴嫩貝魯特總部的三名高層 很快啊 100多名巴結武裝分子 加三名高層 整齊行動不要30分鐘 一時大意沒有閃 全部GG 很快啊 再來這個 是接替之前遇刺的 巴塔赫駐塞伯勒斯代表 名字叫什麼不用知道了 他在雅典的一家酒店的房間內 被轟一個菊花盛開 再來是解放巴基斯坦人民陣線 駐歐洲首領 摩漢默德布迪亞 這個解放巴基斯坦人民陣線 是巴結的第二大派比 那這個摩漢默德布迪亞 他所開的車 駕駛座下面 被人家裝的炸藥 靠重力解鎖 後來的下場是在車內被轟爛了 最後 我們來講大魔王了 只能說惹到以色列 真的是下場都不會太好 在慕尼黑慘案當中 以色列11名代表團全員罹難 而策劃這起慕尼黑慘案的元凶 他的名字叫做 阿里哈桑薩拉梅 這家伙不僅是 策劃慕尼黑慘案的元凶 他更是 黑色九月的首領 聽到首領 就知道他是大魔王無誤 那他也的確跟大魔王這個特質很相似 就是特別難殺 以色列刺殺他4次 4次呢都 直到以色列新的總理 梅納赫姆 被已經上任後 又執行了第5次 這次 摩薩德招來了一名英國籍的女特務 化名為 艾利卡 錢吾斯 去接近這隻大魔王 便找機會打探這隻大魔王的每日行程 就在1979年的1月20日這一天 恰伙是算好這隻魔王車輛會經過的路線 然後呢 他再把炸藥裝在了 停在這個路線上 路邊的一台車上 算好了時機 也就是這個魔王的車剛好經過 停在路邊 而且裝有炸藥的那台車的時候 他們直接引爆 很快啊 沙拉綿的4名保鏢當場Kelki 而沙拉綿本人 重傷送醫 在下午4點03分 宣告Kelki 而錢博士在時候 人間蒸發 在一個黑色9月的首領 也就是最後的大魔王 一定非常後悔 為什麼當初要惹這一批這麼難惹的人呢 這也印證了以色列真的是不好惹的一個民族 他們真的是有仇必爆 不過在本次事件中 也造成無辜民眾似死是霸上的慘劇 講到這邊 那其實摩薩德他們也有不想殺錯人的紀錄啊 那如果真的是上帝的復仇 那這些無辜民眾的死又該算給誰的呢 摩薩德的故事介紹到這邊 然而彼此見衝突 直到今日人不斷的上演 人類的仇恨只會帶來更多的仇恨 沒有辦法終止戰爭 希望世界上哪一天 人們都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所以聽到這邊 摩薩德剛剛問了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所以 你各位要訂閱摩薩德了嗎 好啦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 記得訂閱摩薩德的YouTube 記得訂閱摩薩德的YouTube 訂閱按讚下影片 把我們看到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吃 bede温翅德的 先生哥 讓我們吃